欢迎回到中天新闻 意大利的知名男高音Boccelli 即将要在今年5月3度 造访台湾 那么这回一次两场都是在台北小巨站 为了可以让中南部的听众呢 也能够欣赏到他的乐音 那么音乐会呢 特地还提前到晚间的7点15分开始 好让每个人呢 都可以赶上最后一班高铁回家 就是这样的浑厚温暖 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波切莉的歌喉 过去多次被誉为上帝的嗓音 如今台湾观众将有心 再度请至天王本尊 时间就在今年5月 会一过去的记录 你确实有时候 古典的跨界的 或者流行的情报有 由于这次波切莉第三度造访台湾 为求声光音效晚离呈现 两种点处云选和台北 相关设备也都是专机空白台 这些很多特别的机器 都是只有在洋宽 我们的地方就有一部 甚至日本就有一部机器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用 这些就是有投影器 都有speaker各种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空域的方式 运到这边来去装置 然后去装好才可以用 同时不及中南的观众 演唱会也破惊慌提前开场 所以我们确定就是 我们音乐会会从7.15开始 然后会让任何每一个观众 赶上最后班的高铁 可以回到你的家里去 只是波切莉此次演唱曲目 及特别嘉宾 目前都还被视为最高精力 要留给所有运营 最大的期待和惊喜 中间新闻综合报导 各位观众 他问一个最新的意外消息 在 我去运营 的 还有这些 还有 有点